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10月21日 也就是上一次的黑心油品事件 添加同業綠素 這一天你們開了由毛副院長主持的食品安全跨部會專案會議 那時候大家討論稽查人員不足 於是大家還記得吧 你們大張旗鼓的告訴大家 要明年的1月初成立食品安全守護聯盟 這你知道嗎 院長 你是指志工的部分嗎 這是什麼 這就是大專生志工去宣導協助稽查 有沒有這回事 有 我印象中有這回事 後來媒體大家還討論 還討論說怎麼讓大三生去做這個事呢 會議的結論是1月成立 什麼時候才成立你告訴我 來 食品安全守護聯盟困不困難 已經成立了 已經成立了 什麼時候成立 前幾天才又開了第二次會 什麼時候成立 部長 你不要連這個也不知道吧 我知道 但是我們 什麼時候成立 你告訴我 就是昨天 你告訴大家 昨天才成立 昨天有一個會 對 我在因為忙 找大學生 現在是台北醫學大學所組的學生志工聯盟 在那裡唱歌宣導 告訴大家說我們食品應該要怎麼樣注意 怎麼樣注重我們國人的健康 你的行政院院會跨部會的會議 說在去年 告訴大家 去年是十月開嘛 你們時間寬限一點 你說1月成立 結果 院長 這個聯盟是 最近發生了食品安全的事件以後 看到哎呦糟糕 當初做的我們都沒做 趕快 趕快 我看這件事情大概蠻快的 趕快連夜成立 昨天成立 昨天成立 中間有開過很多次的籌備會 我都想了解 院長 結論是不是1月要成立 這事情有沒有法律的障礙 剛剛委員所講的那個會議紀錄 以及這些執行事項 我這一次檢討之中都會處理 我問你有沒有障礙啦 這個要多久成立啦 通常像這樣的事情的執行 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那 一月份成立 然後你如果說不成立後來改變了 我也可以接受啊 因為我那時候是反對的啊 你們沒有啊 我們給你多少建議不做 來 為什麼這一次 抽水油事件發生以後 你急急忙忙成立 這你率領的團隊嘛 五次的黑心食品事件 每一次說全力以赴 每一次說我會負責 過去你辯解 你說政策沒有錯誤 這是政策嗎 這是一個這麼這麼小 這麼這麼小 我有沒有講錯 毛副院長 我是不是不能質詢毛副院長 我有沒有講錯 只不過是成立一個 類似康輔團 類似辦一個同樂會 類似辦一個旅遊到處去宣導的 所謂的志工聯盟 你足足拖了八九個月